接下来教的东西叫做日偏时 日偏时就是人站在半影里面 半影的话就是部分的光可以到 部分的光没有到 这个人右边的光可以到 左边的光遮住了 所以有一边是亮的 有一边是暗的 这种叫做所谓的日偏时 所以日偏时就是人要站在半影里面 人站在半影当中 有的时候 月球的本影是落在太空上 所以地球上只有半影 就表示地球人 没有人看到日偏时 大家看的都是日偏时 那停车站去问 请问你 这边这个人 跟这边这个人 他们看到的日偏时哪里不一样 亮的不一样 这边这个人呢 这边这边这个人 哪边亮 右边 旁边那个人呢 亮左边 所以他们亮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亮的地方不一样 叫做日偏时 下一个 这个是日偏时的照片 旁边圈一讲 部分 不一样 在半影当中 再一个叫日环时 日环时 日环时呢 就是月亮的中间被遮住了 旁边对不起 讲错 太阳的中间遮住了 旁边没有遮住 所以表示月亮看起来比太阳大 比太阳小 比太阳小 所以月亮看起来比较小是近地还是远地 远地 所以他在远地 然后呢 人在哪里呢 人在这里 人在这边 人在这里 这里是哪里 这里什么地方 这里有两个说法 有人叫他伪本颖 假的本颖 虚伪的伪 伪本颖 假的本颖 另外的说法就是 啰嗦 本颖锥的后面 前面本颖锥的后方 所以有人叫他伪本颖 有人说他是本颖锥的 本颖锥的后方 本颖锥的后方 所以人在本颖锥的后方 所以什么时候会发生 什么时候会发生日环时 月亮要怎样 远地 然后呢 所以月亮看起来比较小 人站在本颖锥的后面 就是所谓伪本颖的地方 就看到中间就遮住了 旁边就没有遮住 这样叫做日环时 那有个问题 中间这个日全时 中间这个日全时 中间黑黑的 旁边亮亮的 日环时也中间黑黑的 旁边亮亮的 那哪里不一样 日明 对日明 日全时旁边的是日免 所以画出来是不规则的 日环时旁边那一圈是太阳 所以是什么 圆的 规则圆的 所以看土就知道他是日环时还是日偏时 他如果是不规则的就是什么 日全时 旁边那一圈叫做日免 如果就是一圈圆圆的就是所谓的日环时 那就是所谓的太阳 所以这叫做日环时 日环时 这叫做那个月亮要在远地 人站在本颖追的后面 好 那就有一个日环时的照片 日环时的照片 其实 要背也蛮简单背 要背也蛮简单背 自己是地球 大拇指是月亮 前面同学老代瓜 叫做太阳 月亮 静地 完全看不见日全时 月亮远地 这中间不在旁边 日环时 旁边看 日偏时 本颖 就知道了 鼻子就知道了 鼻子就知道了 很容易就记住了 很容易就很容易 很容易就会记得住怎么回事 以上叫做日食的部分 请问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好 动脑时间 数十一年前 如果月球比地球近一倍 请问你哪一种日食不会发生 这个是以前 这真的 以前月亮离地球比较近 现在比较远 来 刚才有教一种日食要远地才会发生 远地才会发生 所以呢 月亮如果太靠近地球就不会发生 请问你哪一种 停车站界问 三十四号 三十四号 大哥 请问 如果月亮离地球比较近 哪一种日食不会发生 日环时 很好 请坐下 答案叫做 OK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对吧 好